這裡有提到廣電業者治理的效能 還有下一頁這個自律的規範 我想借這個機會 因為今天是業務報告 所以我也借這個機會 我相信外界非常關心這個問題 包括剛剛媒體的記者 也很關心這個問題 我跟各位委員借這個機會報告一下 我們這大概算是半年一年來的一些做法 那就這個部分來說 因為廣電法相關的規範 它有它法定的程序 可是我們在這個之上怎麼去強化 首先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針對這個法定的第27條裡頭的 有一些相關的這個 不管是事實查證的程序 或者是這個公平原則等等的適用 其實業者他必須要納入他的這個相關的規範 未來甚至成為營運計畫的一部分 那這樣子之後才在這個相關的要求 跟這個監理上面可以有效的去落實 所以我們也就參著這個 NHKBBC相關的規範 那大概有要求這個業者 已經都納入了相關的這個規範 同時衛星公會也已經把這個修訂入 相關的綱要 那再來就是說第二個部分 我知道大家都可能 目前為止就這個事實查證相關的處置流程 那這個法定的程序不得不遵守 但是這個程序事實上 在過往的這個處理的經驗 跟現在我們看到的狀況 這今年以來我們已經有 相關程序的這個improve 那這個部分怎麼說呢 就是說比如說像我們到這個 過去諮詢委員會 可能他是很長的 因為他必須要去落實到 業者的說明 內部的倫理委員會 再到NCC的外部委員的諮詢委會 這是由我們的紅委員 在召集的這個會議 然後之後再到委員會來審議 那這個流程 我們把這個諮詢委員會 這邊會加速他召開的頻率 也就是說不會等到案件的累積才能 就是說大概未來可能很快 就是說只要有這個倫理委員會 送過來的案子 我們就會往下去處理 所以加速這個諮詢委員會 他的這個召開的頻率 另外就是說 對於不管是這個申訴的案件 或者是我們主動查核的案件 第一個部分可能就會先邀請業者 來做這個倒會的陳述 因為這個部分可以第一時間去掌握 既然你有這個綱要 你如何去選擇這個標題 如何去製作這樣的一個新聞 有沒有符合相關的自律規範 不是針對這個內容去做審查 而是針對這個流程跟SOP 它如何去落實 新聞編審的功能有沒有發揮 所以就這個部分 視察證的處置流程 我們大概這幾個月大概 包括像上個禮拜 我想大家有看到 就是說針對熊貓或者是文旦的這個事情 我們在上個禮拜就是事件 而且農委會已經出來澄清之後 我們就先請業者來到會說明 然後之後我們會再去process 剛剛講的這些程序 那另外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有關於這個公平原則以及其他廣電法上面規定的一些相關的義務 有些它確實是沒有它的法則的呈現 它可能是一個對於媒體的要求 但是當大量的申訴案件產生 當我們去主動觀測 發現到確實有一些自律的規範並沒有去落實的時候 它其實是整體營運的行為 整體營運的行為 那這個整體營運的行為 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有邀請新聞台的邊審 還有這個相關的學者專家 我們在不管是選舉之後或者是2月18號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相關的會議 那這邊其實學者專家提到了一些相當好的一些看法 就是說當新聞頻道 我們有這麼多新聞頻道 它有外部多元的時候 可是新聞頻道可能忽略了內部的多元性 對於是不是有新聞價值的資訊 它為什麼沒有所謂傳統新聞價值的資訊 它為什麼要參采去做這個新聞 同時它內部有沒有注意到多元化 還有就是說它這個內控的問題 是不是有沒有去落實 所以就這個部分我們在 已經有幾個行政調查的案例 那在這邊也可以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剛剛談到的前面講到的資訊委員會 加速它召開的頻率 我們在上個禮拜五就已經開了 108年度的第二次跟第三次的諮詢委員會 那在這裡有幾個相關的案件 也會是外界溝通的關心 那但是因為我們還沒有經過最後委員會的 final的審查 所以結果我當然是我們還要審議 但是這裡面就會包括新加坡超市的這個案子 那這個案子因為外交部也有嚴正的聲明 所以我們諮詢委會也有一些相關的討論了 內容諮詢委員會就是我們NCE的外部專家 那另外還有像中心有特定的新聞台 有大量報導特定的人物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會在很快的 就排到我們委員會來做審議 那所以就這個部分除了個案繼續去 以更有效的方式去處理之外 針對整體的這個營運不當 以及本身的自律規範有沒有具體的落實 它的新聞編審發揮什麼樣的功能 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在這個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整體往前來做 因為這個部分其實是我也要呼籲 呼籲各界其實這些的目的 都是為了要能夠提振媒體的公信力 在這個資訊技術爆炸的時代 如果傳統的廣電媒體的媒體公信力 沒有辦法提升 沒有辦法獲得媒體的信任 其實是對 反而是對於新聞自由的傷害 也是對於民主制度的傷害 所以就這個部分來說 我們來做這個部分的強化 另外還有就是說 NCC改制成為獨立機關之後 過去新聞局長期在做監看跟這個的工作 確實是沒有再繼續做 但是有這個策略 然後接受申訴案件的時候會吊帶 可是我們認為說 以現在的狀況 我們可能必須要去做一些系統的 應用科技的方式 做一些系統的這個建制 所以我們也會把這個新聞頻道播放 系統的觀測 把這個新聞內容類型等等 不去做價值判斷 但是把這個客觀的資料 去做這個資訊的揭露 所以這個應該也會很快 那這個外界也可以來公平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數量 這樣的一個報導 這樣的一個標題 這樣的呈現 是不是有議題 那就可以有一個Role Material之下 接下來就可以做一些相關的討論 這個都是我們從去年到今年 我們委員會裡頭 大概有一些重點的方向 那另外還有我要藉這個機會 也要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就是說整體的這個 過去我們稱假新聞 現在所謂的假訊息或不時正義訊息 我要特別跟各界說明 這個議題其實都是民主國家非常關心的 那NCC在106年2017年的2月 就主動在行政院院會提出市井 因為這個部分 三五三六次的行政院會 NCC主動到行政院去報告 認為說未來的這個不時正義資訊 他除了個別的即時曾經跟這些工作 是不是有立法必要之外 很重要的一點 他有可能會經由資訊的操弄 而影響到民主的這個制度跟這個價值 所以當時三五三六次的行政院院會 會議的才是非常清楚的 非常清楚的就是說 相關的部會還有這個政 還有政委 對於這個治安防護犯罪政防 國家安全的面向 配套處理機制應該怎麼樣積極去那個 那當然過去兩年的時間 我想因為他本身針對不時正義訊息 他其實已經到這個資訊站 情報站或心理站的另外一個層次了 這個是在廣電如何落實之外 那這個可能需要國安有更多的琢磨 但是NCC在這個部分 我們就除了廣電的部分 尤其是在針對網路的訊息 參賽作為新聞的這個素材 必須要去強化剛剛談到的上面這些程序之外 要及大型的平台 大型的平台他必須要在他國際上有去落實的這些制度 比如說他針對選舉的廣告 針對內部的fact checking 就是事實的查核等等的這些相關的機制 應該要在台灣也要來做這個事情 同時第三方事實查核中心 在這兩年我們也是鼓勵 然後就成立那個沒有政府的介入 大家不要因為這樣又去做文章說 好像政府介入 因為這個東西是因應Disinformation配套必要有的措施 那NCC當時的建議在行政院會建議 後來在歐盟去年的報告裡頭 都呈現出來 那我們現在還會再做一件事就是說 針對大型平台的這個code of conduct 他們如何再更去落實本身內部的這個 我們已經透過公司協力的方式 那現在會由台北市電腦公會 他已經在上個禮拜的民間 DigiPlus的民間諮詢文會 已經提出這樣子一個倡議 那得到民間的這些相關的意見領袖 以及資通訊業者的支持 那那個部分會由公司倡議 一起來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把類似像歐盟這樣子的一個code of conduct 要求大型平台的這個部分 往前去推進 那我要再次強調 Disinformation它會影響到的 如果已經延伸到 延伸到跟國安或者是整體資安的政策 確實是需要比較多 部會跟相關部員的計劃來的 那我們會在我們的法定執掌範圍之內 來往前去做 甚至更積極的提出更多的建議 好 那我想這個部分因為大家比較關心 所以我花一些時間做比較完整的陳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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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